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男人一有钱就变坏 很多夫妻在生活中可以一起吃苦 但条件好转后却少有能够一起享受生活的甜的 说道理廉洁 那是响当当的人物 虽然现在他已经不再像当初那般年轻 但他以前塑造的很多荧幕形象还留在了众人的眼前 不少人都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 在国际上他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相信大家都知道 李廉洁和励志是夫妻 他们有两个漂亮的女儿 但你知道吗 李廉洁还是在成名之前 就有过一段婚姻 并且生下了两个女儿 夫妻二人一直很恩爱 他和励志相识是在成名之后 因为志趣相投 所以李廉洁才选择抛弃自己的糟糠之妻 取了励志这样一个貌美如花的新老婆 虽然李廉洁对自己的女儿们一向是保护的比较好的 很少让女儿在镜头下露过脸 不过可能是女儿们长大了 李廉洁也偶尔会晒出她们的照片 所以今天小编要来带大家看看的就是李廉洁 四个女儿的照片 看过的网友纷纷表示 不是一个妈生的 差距一看便知 这是李廉洁和励志生的两个女儿 从照片来看 这两个女儿的身高已然敢超了李廉洁了 左边的一位手臂有些粗壮 但看着却和劉文有几分神似 右边的这一位是比较清秀的类型 看上去身形高挑 皮肤白皙 和李廉洁比较相像 虽然她们长得都不赖 但和她们的妈妈励志相比还是要差一些的 励志是香港小姐出身的 长相是标志的美人样 而且身材也是十分的火辣 很可惜两位女儿虽然身材高挑 但是并没有励志的身材好 而在五官上更是随李廉洁多一些 咱们再来看看李廉洁和前妻生的女儿 首先是这大女儿 看上去十分温婉朴素 简单的白色T恤 搭配一条牛仔裤 手上提着一个黑色的胯包 是十分经典的打扮 看样子 她算是比较娇小的类型 虽然隔着屏幕但一眼看去就觉得她看着让人舒服 这是李廉洁和前妻生的小女儿 乍看之下 和她的姐姐除了眼睛相像一些 别的地方都不太像 特别是她的鼻子 和李廉洁的相当于复制黏贴似的 一眼看过去并没有很惊艳 大家觉得李廉洁和前妻生的女儿更好看 还是和李智生的女儿更好看呢 55岁李廉洁宝刀未老 前妻现任大对比 网友 差距一看便知 在娱乐圈 李廉洁的大名想必如今已经是家喻户小了吧 即便是放到整个国际上 李廉洁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只不过如今李廉洁深染重病 容颜一夜憔悴 此前还被传出沧桑似70岁的消息 不过经过调养 现在李廉洁的情况有所好转 据悉明年还会有新剧播出呢 看模样依旧是宝刀未老呢 而李廉洁最出名除了在功夫圈的成就以外 他的家庭生活也是许多人感兴趣的焦点 都知道如今李廉洁膝下有四个女儿 两个是前妻的 两个是现任老婆励志所生 说起来李廉洁和励志两人的结合 还真的是很传奇 当年励志在整个香港都是名动一时的大美人 就连成龙见到他也都心动不已 赌王更是沉迷他的美色不可自拔 不过最终这位大美人还是被李廉洁娶回了家 为了能和他在一起 李廉洁放弃已有的婚姻 将妻子和女儿置之度外 更是放言可以为励志去死 为了帮励志还债 还卖身给了像是夫妻好几年 虽然李廉洁对励志的爱感天动的 可被抛弃的前妻却过得有些不堪 被抛弃后 虽然李廉洁一分钱不拿离开 但当时李廉洁赚的钱并不多 贷款买的豪宅因为没钱补交尾款被收走 最困难的时候前妻一度被逼住地下室 直到出国后生活才有所好转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当事人已经老去 孩子也已经长大了 现在再看曾经的大美人立志已经是老太纵横 容颜也憔悴了许多 而前妻的容颜对比当年也苍老不少 不过比例之好的一点是她的状态非常不错 现身的时候总是满面红光 丝毫看不出已经是五十多岁的模样 你们觉得这两个女人谁更好看一点呢? 感谢大家读完小编的这篇文章 大家有什么意见或建议请在下面评论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下 期待着你的神评论哟 欢迎点赞转发 素材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美国微型暖风机 五秒速热 比空调省电一十倍 太值了 点击下方了解更多 立即可买 李连杰 功夫巨星 在演艺圈市除了成龙 红金宝等人之外 最富盛名的武打明星 1982年在少林寺中出演较远艺举成名 之后更给我们带来了无数个经典的角色 因为不俗的颜值加上自己身后的武术底子 迅速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可惜的是如今英雄也已经耻目 当年那个李连杰渐渐的也有点打不动了 还记得李连杰年轻时候演的那些电影吗 黄飞红致命罗密欧 龙之吻 敢死对 这些如今再返回去看 也是百看不厌的经典 而且那时候的李连杰帅到令无数女生未知疯狂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观 这样的李连杰注定了一辈子都围在女人身边 也因此造就了他非常知名的两段婚姻 前妻黄秋燕 和他同是在十岔海体校一个武术班里学习武术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日久生情后两个人便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不过随着李连杰在演艺圈的名气越来越大 而前妻的名气远不如李连杰 这段婚姻开始出现问题 最终 两个人还是以离婚告终 也许是出于愧疚 李连杰把他在美国的所有财产都给了前妻黄秋燕 两个女儿则归李连杰抚养 可惜的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很低调 离婚的时候却闹得整个娱乐圈都知道 当时他们结婚没有摆婚宴 办仪式 也没有告诉任何亲朋好友 李连杰也没有到家里探望岳父岳母 一个女人能这么义无反顾地跟着你 应该是很爱很爱吧 而且小编相信李连杰一定也是爱过黄秋燕的 只是这份爱终究敌不对岁月 离婚后李连杰却自此背负上了抛弃糟糠的骂名 原因是他结识了励志 励志的美当时在娱乐圈也是数一数二的 除了有着天使的面庞 更是有着魔鬼般的身材 于是无数人便感叹 糟糠法妻不敌胸前四两 励志在嫁给李连杰之前 被指汉赌王还有过一段情 嫁给李连杰之后 励志淡出了演艺圈安心过父太太生活 之后也为李连杰一连生下了两个女儿 这一下李连杰便有了四个女儿 说她一生都活在女人圈里也是没错 不过四个女儿颜值还是差很多 李斯 李连杰和黄秋燕的大女儿 妹妹叫李台米 小她一岁 两人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就被李连杰送往美国 之后就一直待在那里 作为嫌少出镜的前妻女儿 李斯汉爸爸李连杰的合照 被曝光之后颜值获得了外界的一致认可 左仪是李连杰大女儿的镜照 相比较以前更美了 而且李斯还想进军娱乐圈 被问到大女儿想在演艺圈发展的时候 李连杰表示不会过多干涉她的选择 不过这样的颜值小编觉得进军娱乐圈也是很有戏的 李连杰和励志的女儿相比较前妻生的两个女儿 跟着爸爸出镜的机会就多很多 不过从照片上来看 除了小女儿长得十分可爱之外 大女儿和前妻黄秋燕生的差距有点大呀 看来没有遗传到励志的美貌 就是不知道长大了能不能继承励志的傲人身材 前段时间 李连杰和励志生的大女儿参加演讲照片被曝光 从照片上看来 虽然继承了妈妈的圆脸和大眼睛 但和当年的励志相比 还是差得太远 网友调侃 这是轻生的吗 而当初美貌不及励志的黄秋燕 看来是凭着女儿实现了完美的逆袭啊 离婚后李连杰却自此背负上了抛弃糟糠的骂名 原因是她结识了励志 励志的美当时在娱乐圈也是数一数二的 除了有着天使的面庞 更是有着魔鬼般的身材 不过这事都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认证 励志嫁给李连杰之后 励志淡出了演艺圈安心过父太太生活 之后也为李连杰一连生下了两个女儿 这一下李连杰便有了四个女儿 李思 李连杰和黄秋燕的大女儿 据知名博主北京东宇爆料 李思妹妹叫李台米 小她一岁 两人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就被李连杰送往美国 之后就一直待在那里 作为先少出镜的前妻女儿 李思和爸爸李连杰的合照被曝光之后颜值获得了外界的一致认可 据了解 此前李连杰对于与前妻黄秋燕所生之女李思并不过问 图为李连杰大女儿李思佐与好友 李思相比较以前更美了 而且还想进军娱乐圈 被问到大女儿想在演艺圈发展的时候 李连杰表示不会过多干涉她的选择 图为李连杰大女儿李思 责任编辑黄露加李连杰大女儿李思 责任编辑黄露加李连杰大女儿李思 责任编辑黄露加李连杰和励志的女儿 相比较前妻生的两个女儿 跟着爸爸出镜的机会就多很多 不过从照片上来看 除了小女儿长得十分可爱之外 大女儿和前妻黄秋燕生的差距似乎有点大 李连杰带着两个女儿出席公开活动 责任编辑黄露加2016年7月11日 李连杰女儿杰李现身公益活动进行演讲 今年16岁的杰李在演讲开始 回忆了一段大家熟知的往事 2004年印尼海啸 4岁的她被水浪冲走 是父亲在水中将她救起 她穿着简约白衣 大眼神似妈妈励志 侃侃而谈 有明星风范 大女儿小时候也比较漂亮乖巧 李连杰也刻意培养她 除了带她参加活动 还经常和一些大外明星合作 相比之下这个女儿更有才艺和能力 图为Jen Lee 刘德华 责任编辑